是因為我是外國人 不是我們這麼多人也一樣的 中國人要訪得更慘 哈囉大家好我是巴基 我現在是在大陸的山東走 看看中國大陸的發展和變化 英雄一定會發現自己以前的日子真的是 白過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巴基 最近中共發布了所謂 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意見書 福建對台21條 將把福建跟金馬3D進行融合 裡面提到充分發揮福建對台灣的優勢 做先行示範區 深化融合 我直接截圖了一些重點 帶大家來看一下 1.台灣同胞在福建可以不用贊助登記 2.台灣同胞可以隨時落戶福建 3.金門廈門互通 共用廈門新機場 4.福建馬祖同城化 橋梁互通 實現院落進落 鼓勵台胞在閩購房置業 你們最近全中國的爛尾樓的比例是 越來越高越來越高了咧 每個禮拜都有不同的省份 然後再抗議我家哪又爛尾 我家哪又爛尾了 自己這個房產經濟已經那麼誇張了 還想騙台灣人過去 救你們的這個房產 天啊!實施金門居民在廈門同等當地居民待遇 打造下金同城生活圈 深化廈門大學與金門大學實際交流合作 支持金門共用廈門機場 假如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呢 承認台灣或是中華民國 反正我們是跟你不同的國家呢 你搞這個完全就是出自於善意 但不是啊你的目的總目標是併吞中華民國 併吞台風金嘛 這台灣人也不用否認吧 金門人也不否認吧 廈門人你也不否認吧 那在這篇文章下面 有一些中國網友的留言 帶大家來看一些中國網友的留言 一下就打到台灣的軟肋上 你敢跟我對等開放大陸同胞落戶台灣嗎? 叫你現成親戚回村裡住啊 生意做到台灣人身上了 基本信息都不了解 你是傻逼嗎? 台灣最低工資標準是6000元人民幣一個月 你腦子裡是裝了多少阿強哥呢? 落戶啥的也沒什麼吸引力 工資、醫療、福利插著台灣本島太遠了 反而是廈門那房價遙遙領先台北啊 哎呀這幾年來台灣人拋售大陸資產都來不及 人家又不是傻子 OK接下來我們來看 金門與廈門福建的福利有哪些 我們先看金門的齁 像七折機票、生育補助和全職媽媽金天 大學前學餐費全免 就學補助金貼 高中職校、女學生免費施打子宮頸癌疫苗 以及學童免費營養午餐、喝牛奶等 不僅如此 金門還有一項全台獨一無二的政策 只要年滿20歲即可享有三節家戶配酒 為了鼓勵生育金門一胎可以領兩萬、雙胞胎六萬、三胞胎以上每胎四萬 育兒津貼則是每個月三千到六千可以領到五歲 托育補助每個月三到五千可領到兩歲 金門人看病甚至不用付掛號費 就連老人裝甲還有補助不過是有條件的 必須涉及金門食不但從幼稚園到國中學餐全免 還可以免費喝牛奶 高中職以上學生還想要五千到一萬的就學補助 以及四千元的交通金貼 而大學生一年則有一萬的就學金貼跟四千元的交通券 像其他的那些醫療福利、社會福利那些我就不介紹 基本上全台灣都一樣啦 那些我就不用在最速以前都講過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廈門的齁 你到一些旅遊景點是可以免費的 這邊就要科普一下 通常在台灣各大景點都是免費 但是在全中國很多地方是要收門票的 有些門票還很貴 免費健身場館 免費深夜圖書館 來,四,免費公寓 這個免費公寓是有特定對象才可以申請的 喔,我們看到這個人才公寓也是 有分三千五百塊人民幣一個月的月租到一千五的都有 但這個僅限於那一類的人才才可以來申請的 不是說你過去就可以有的喔 問一下小粉紅有嗎? 免費搭乘公共交通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 這個很好很多國家都有 免費結婚禮證 免費辦健康證 免費辦狗證 首次身份證免費 首次辦理居住證免費 你到底免 你到底給這些福利幹什麼啊? 這是福利嗎? 這是我們常常會需要使用到的福利嗎? 好,OKOK你們你們你們幸福就好了 我真的覺得很搞笑 用這種手段來去統戰我們 要收復什麼台澎金嗎? 你還是用戰爭的迎面機率我覺得比較大啦 一個人均一萬三的國家說要給人均三萬四的國家 福利跟待遇 欸你們人均三萬四國家的人啊 你們的福利可以跟我一萬三的人一樣喔 那我也可以說啊 我們台灣要開拓加州跟夏威夷啊 讓美國同胞可以享受台灣同胞的同等福利 北韓也可以說我要開放社會福利給南韓的濟州島 讓南韓的同胞享有北韓人民的一切福利 阿富汗也可以說我要開放同等福利給英國北愛爾蘭的人民 我們還可以看到中國2023年啊 各省最低的月薪啊 福建最後一次調薪是在2022年的4月1號 最高的地方啊 一檔城市是2030元人民幣 最低的四檔城市是1660元人民幣 換算就是8932塊台幣到7304元台幣之間 第一檔就像福建的省會或是廈門這種比較高發達的區域啊 那越往後面越鄉下的地方啊 就是第二檔第三檔第四檔 全年中國31個省的平均工資排名啊 福建的中國民營單位平均員工的工資 年收入在62433元人民幣 換算就是一個月5202元人民幣 換算台幣就是22K而已啦 而這個資料是中國國務院編撰的 中國統計2022年的版本 是中共的國家權威數據 拿這個出來比粉紅自己上網看的 抖音的數據還真大 我們還可以看到這個藍色的線叫做什麼 非私營單位 OK 什麼叫做非私營單位 國營 中共政府有入資的 有投資的 國企 央企 甚至是外商 台商 港商 日商 美商 通通都算在裡面 所以 藍色的數據不能看 它裡面多少是 國家 是黨的 是外商的 是台商的 是外資的 而不能看啦 你要看就看 中國人自己開的企業 其實我覺得台灣政府可以做一個選項 讓金馬地區的人 可以用身體投票 想要享有中共國福利跟薪資待遇的 就取消中華民國等一切的福利待遇 還有薪資水平 全部都取消 我們就看到時候會有哪些司馬南跟陳平 用腳 投票會留在台灣 接下來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哈囉大家好 我是巴基 我現在是在大陸的山東城 今天這樣超衰的 本來講我說今天要看阿嬤打電話 可是出門的時候呢 台灣就給我的智慧型手機充電 我就講說 那找一個電話廳打好了 真的是 超衰的 我走遍了整個街區 都沒有找到一個電話廳 真是好失望 在這裡不得不要表揚一下台灣 在台灣遍地都是電話廳 只要你插上塔之後就可以打電話 真的是超級方便 而且在台灣電話繳費 也真的是超級超級方便 這邊好多便利店裡面都可以繳費 就可以繳化費 繳湊影才怎樣 不到30分鐘 不到30分鐘 我的通話就恢復了 這邊便利店都不提供繳化費的服務 那你們怎麼繳呢 你們不要去通訊公司吧 我不是台東人啦 我是閃東人 在這裡想告訴台灣同胞 你們不要再被媒體騙了 大家不要再閉著眼睛過日子啦 睜開眼睛看看世界吧 看看中國大陸的發展和變化 你就一定會發現自己以前的日子 真的是白過了 好啦 我以前的影片都講過 我實在在懶得去反駁這些東西了 上網APP可以繳 手機可以繳 銀行可以繳 線上都可以繳 便利超商的密度又比中國高上這麼多 中國的那種看得上去 像7-7全家那種 Level的便利超商密集度比台灣小 不然都是雜貨店居多 這種服務性質能比嗎 我去過中國的7-7跟全家啦 只有一些個別的店才賣得比較多元 大部分店都賣得很少 東西樣品超級少 然後裡面食品基本上都是康師傅為主的 原來對於小粉 手機電話 然後高樓大廈 喔!這樣子是繁榮進步科技 山東最低月薪從1700到2100不等人民幣 換算台幣就是7480到9240之間 山東的平均月工資是4110人民幣 換算台幣就是20K而已啦 這是中國國務院提供的數據 不管是福建還是山東 平均月薪都沒有我們最低標準26K高欸 你們是平均比我們最低欸 不是平均比平均欸 不要跟我扯什麼 喔!咱們物價低啊 喔!那我也可以說美國瑞士物價太高 那按你們的標準 我們台灣也可以說我們遙遙領先歐美對吧 我們比瑞士比北歐都發達 因為我們物價低啊 讓你們看一下一旦變成中共國國籍的人 拿紅色護照會變怎麼樣的待遇 看一下 中國人罰得更慘 中國人罰得更慘 最近聖上的政權非常不穩定 我們可以從幾點看出來 很多西方媒體啊 這幾天爆出來 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被解職 我們再回想一下 前這一兩個月啊 首先是外長秦剛被消失 火箭軍正副司令也被消失 也是西方媒體先披露了 中共到最後一刻才承認 啊對啦你說的對啦 那這一切都跟聖上的軍權機密有關 還有政權的穩定性 我們還可以從聖上前幾個禮拜 去南非參加峰會看出來 原來聖上在出發前一個月 就已經派出了先遣部隊 包下了聖上即將入住的飯店 以及旁邊那一棟兩棟 做好防禦工事 連家具餐飲等等 都是從中國空運過去的 可見聖上如此怕被 這次南非喜納還帶了五百多人 其中維安人員佔比最多 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獨裁者都是非常怕死的 只是聖上這幾年啊 更怕死了 因為他得罪太多人了 我們從前幾天金正恩出訪 額果也可以虧之一二 金正恩要入座前 北韓人員反覆把椅子消毒差勢 還試做測試耐用程度 還做了防撞測試 你看是有多怕人在椅子上安裝機關或是放毒 就連去自己的老大哥國家 俄國都要如此的防範而跌 粉紅常常說的民主國家的選舉是鬥爭 但極權國家的黨內鬥爭才是會見邪的 不然聖上跟金正恩怎麼比 歐美國家的領導人還怕S 尤其你還跑到了 自己說是兄弟之邦的國家 還要如此的大非洲張在維安上 所以民主國家跟民主國家的交往 遠遠比極權國家跟極權國家的交往 來的簡單多了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下次見 拜拜